下午三點多 新北市土城分局的園警 在巡邏的時候發現那麼一隻貓咪 被車子撵過倒在地上 上前看 其實貓咪已經奄奄一息 當下園警為了救這隻貓咪 是按壓CPR 更是對著他的鼻子 還有嘴巴吹氣 無奈最後貓咪還是傷重身亡 園警說如果貓咪最後撿回一條命的話 想要帶回家養 現在這件事情也成為他心中最大的遺憾 叫車停在馬路上 還以為發生車禍 看到這名園警 整個人趴在地上 應該是有人受傷 但被撞的是一隻貓 畫面拉近看虎般流浪貓 動也不動 貪卵在地 趕緊幫他按壓心臟 一下不夠 再多按幾下 連口對口CPR也派上用場 園警暢通小貓呼吸道不斷給氣 仍然就不毀他的性命 我本身因為有養小狗 所以就覺得貓小孩本身就是家人 是蠻難過的 如果他真的救起來 就我想把他帶回家養 說著說著 語氣中帶點遺憾 12號下午3點多 民眾開車行進西北市土城 中央路三段永安路路口 念過貓咪還把車子開走 但28歲交通分隊警員游文偉和同事 沖上前忙著救貓 103年特合考班畢業 從今五年他自己也有養狗 很愛護小動物 平時訓練都有學習怎麼按壓CPR 一觸摸他 到他的身體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一個活體啊 如果真的救得成的話 就救看啊 求證受醫師這樣對小動物的急救方式 沒有問題 這回跑第一還對口給氣 無法救回小貓 算是心中遺憾 記者林漢廷路易新新北報道